歡迎來到讚沙大國民 我是鄭凱雲 言語的威力非常的大 連一個大人 如果獲得正面的肯定 當然這個正面力量 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如果說被罵的話 其實那種心裡面的感受 非常不好 甚至會有自卑的情緒 更何況是孩子 但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常常在家庭裡面上演 因為孩子做錯事 或者父母認為他們管教上的方便 因此對孩子出了很多言語暴力 所謂的口出惡言 你可能覺得一時情緒 那麼孩子就是教不會 但問題這些像刀刃一樣 可能會劃傷他的心 甚至是一輩子的傷害 在今天請到的來賓 小兒心智科的許正典醫師 凱雲好 大家好 還有兒福聯盟社工處的主任 宋佳慧 凱雲好 大家晚安 另外是楊月娥 大家好 我是阿兒姐 聽這個語氣 今天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還有呂如中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兒福聯盟 就有個調查 今天我們主要的 也是希望可以提醒家長 在生氣的時候 或者管教孩子上面 到底要怎麼樣正面溝通比較好呢 兒福聯盟在11月有個影片 一出來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那麼一開始是因為兒福聯盟 他們發現 在台灣有將近四成的孩子 曾經在言語上或者肢體上 遭受過暴力對待 因此接下來這支影片 您也可以自己感同身受一下 就連大人 其實對這些惡毒的語言 都承受不住 我是學生 會計 服務業 現在在待業中 你搞什麼叫車輪的東西 開會啊 你來討債的孩子 你真是賠賢貨 你這樣後悔當初剩下你 我覺得越貼近真實的語言 情況的語言 越傷人 早上如果你現在變成這樣子的話 我當初應該被掐死 我們家沒有這種怪胎的孩子 有一位女子她告訴我說 我是個賠錢貨 就是 她覺得當初不該剩下我 這種東西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那是貼近我生活的事情 連大人都沒有辦法受得了 這樣子的言語謾罵 何況是一個小孩他還沒有成長 他薪資還沒有成熟 如果你跟他講這樣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他真的是 會往不好的方向去奪想 會往不好的方向去奪想 小年代有腦袋 你帶你這邊兩個孩子 你被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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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對小孩子來講 父母就是他們的全世界 我希望他們可以在講出 任何的話的時候 都顧慮到小孩子的心情 這支影片在台灣引起很大的回想 大家點閱分享 還有好多人留言了 那麼可以看到 就連陌生人 他只是一個實驗 白張椅子 你同意了你坐上去 陌生人來辱罵你 都有這麼強的心理感受 甚至還哭了 更何況孩子被罵 那麼兒福 大家很好奇 當時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想要做這個實驗 因為我們社工 在平常工作的經驗當中 就發現很多的孩子 都有遭受言語暴力的經驗 像是什麼 就被家長常常罵說 笨得跟豬一樣 或是說早知道你出生的時候 我就該把你給掐死 不要讓你在家生活 像女孩子的話 就常常被罵是賠錢貨 然後等等之類的 因為我們的輔導工作 就發現這些東西 這些語言 其實對孩子的傷害是還滿深的 比如說這些孩子在學校裡面 常常就是真的是很缺乏自信心 比較自卑 可是很多的大人 他其實覺得說 這個傷害是看不到的 因為像體罰的話 這個傷我們看得到 大家都會去重視 去關心 可是這個部分 大家都沒有留意 而且很多家長 可能沒有意識 沒有覺得他自己 正對孩子施暴 對 他覺得說 我只是在提醒你 對 然後這個說一下 有什麼關係 但輕忽了這個 可能造成的 心裡面的一個傷痕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 我們就讓這些的大人 來體驗看看 聽到這些話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那時候只是邀請這些 就是過路的民眾 而且還事先告訴他說 等一下是有這樣子的 一個實驗 你會聽到很多 辱罵性的語言 這樣子的一個暴力 所以他們是在有 心理準備的情況之下 做這樣子一個 接頭實境測試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情緒還是崩潰了 對 更何況我們平常中那些孩子 他可能是不明就裡的 然後是長期性的 每天的 經常的在聽到 這樣子的話 對孩子的一些的影響 好 那麼播出來之後 當然有很大的迴響 包括了像是很多人上去留言 也分享了自己的經驗 在當中你覺得 收到最大的反饋是什麼 我沒有想到 我們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到 很多的民眾 我們在短短的 大概是10天左右 就有515多的留言 對 那些留言很多人都寫了 自己小時候曾經遭受過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然後還有不少人 他因為他的經驗太複雜了 所以他透過私訊 來告訴我們他過去的經驗 然後你會看到就是說 這個怎麼好像在台灣 是一個集體的經驗 大家小時候都有被家人 不管我們還不包括 在學校的部分 光是在家人的部分 就聽到這些話 然後呢 而且這些人裡面 我聽到有幾個 他告訴我說 其實他後來也是個很優秀的 在工作上很優秀的人 但是他其實有的時候 只要聽到 比如說他看到我們的這個影片裡面 在提到那些曲子 不漏用 他小時候常常被聽到的話 他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會在哭 對 掉下眼淚 而且他們也不否認 他真的曾經有因為這樣子 可能進到身心科的門診 因為他可能有自殺這樣子 或自殺這樣子的一個床傷 對 好 這因為很普遍發生在台灣 因為很多 尤其年紀比較大的說 Cue 尷尬不漏用 然後我怎麼生出你這樣的孩子 其實類似這樣的話 家長不自覺但很傷人 這次的影片出來之後 有43%的人提到 他們有類似的經驗 另外15%的人還不錯 在反省自己管教孩子的時候 也要稍微理性一些 像許醫師你遇過很多病人 有類似的狀況 那麼小時候接受到這些暴力語言 真的對他一輩子會造成影響 其實我們就在看 本來語言這個力氣就是什麼 水能在舟也能覆舟 我們最常用的語言叫做 愛之真所以一定要折之切 這樣的語言才會有那個力道 才會有那個效果 可是往往這個力道下去 可能我們大人覺得 我這牛刀小字而已 小孩牛刀也動不了 跟牛刀 美工刀就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他變成是說 他對語言的認知的感受 是跟我們大人所給予的刺激的強度 是完全都不一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在門診裡面看到 常常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會焦慮憂鬱 有什麼樣的壓力跟刺激 我們會去問 當然我們就追溯到壓力的來源 然後大概有50%以上都可以說 事實上我在小時候 可能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 被壓抑被創傷的一個記憶經驗 儘管他到了四五十歲五六十歲 還是一樣有那個記憶跟創傷在 因為我們常常講 小朋友從三歲以後 開始語言應該就發展了 會慢慢的越來越成熟 語言的記憶在這時候 也就慢慢形成 偏偏這時候 並沒有空白的記憶經驗 完全就是我們大人 給他怎麼樣的一個事實表述 他就累積起來 他的一個聽覺 他的一個視覺 甚至我們講的操作的刺激來講的話 都會形成他早年的一個 最初的記憶經驗 這個早年最初經驗是即出生在海馬回裡面 這變成這種 一層一層的加上去之後 變成牢不可破 所以我們講叫做言語的暴力 事實上反應叫做語言的烙印 所以你就把記憶就烙印在上面了 所以當然他在之後你看 像這多年以後 即使在路上碰到一個陌生人 告知他是做職業 他還是會跟他同年那一段之間的 語言的記憶做連結 他會覺得說好像那時候我就退化到像三歲 五歲的狀態 我變得整個人變得很脆弱 整個變得很受傷 所以他才會有那些情緒崩潰 或者是不由自主的反應 這種語言的烙印真的是很深 阿爾你自己小時候也有遭遇過嗎 我有一些關鍵字 你不能讓我聽到 我很生氣 朋友在講話 笑傻嗎 其實那個是有陰影的 因為我媽媽有情緒上的障礙 我很害怕我會被遺傳 所以我聽他講 你瘦雜嗎 我就會覺得 馬上跳回去童年的感覺 對 我就會跳回去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很歡 被媽媽修理的也沒什麼感覺 就會一直 媽媽不管怎麼罵你 你還會去抱著他 你會去纏著他 然後他用腳 用手一直把你踢開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再用 你是歡樂 說不聽 對不起 現在不能講歡樂 但是以前我媽真的說 我是歡樂 你是歡樂 說不聽 就像這樣子的語言 會讓我覺得很受傷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對有一些字 我覺得是很害怕的 對你來講就是那些關鍵字 就是你最痛的地方 對 因為是我害怕的事情 我怕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且你害怕到 怕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對 對 因為我就是怕 我會遺傳這種事情 可是遺傳也很可怕 因為當我在罵小孩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家老大 也學我的樣子 在罵妹妹的時候 他會用我罵他的方式 然後罵他 但是你常常罵小孩 你要知道小孩有一天 他也會反擊 以前我小朋友我罵他罵他 他一定一直哭一直哭 後來我發現說 當他在哭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再繼續罵了 我甚至還要把他抱來秀秀 否則的話 他這個晚上就會夜哭給我看 整個晚上就翻轉 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然後有時候我們聖路家說 你怎麼講不聽 你是豬嗎 這些字眼就出來了 好 這些字眼就出來了 但是這些我常常在講的話 我都沒想到到他們國中 高中的時候他們會跟我很認真的說 媽 你真的不要罵我豬 因為你就是母豬 反擊反撲 這一點 許醫師你也被虧過 這個沒辦法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會跟小孩 為了生活上面的問題 你看連醫師都沒辦法 還有他的一個態度的一個回應 對不對 惹毛對不對 對 這時候我們會想說 這時候我不是醫師的身分 我是爸爸的身分 是 那本來想維持爸爸的高度 可是忍不住在那庭區當中 事實上我們大人就被拉下來 好像就退化成跟他一樣的年紀 所以好像兩個在那裡 搭水果這樣這個情況 我們就是只是說提醒他說 你這個東西回家之後 要趕快拿出來 比如說你的水壺 你的便當盒這些 其實他也有拿出來 可是好幾次沒拿出來 就說你看你又沒有做 他說我哪有我哪有 你再說一次你看看 這時候就開始想說拿水壺下去 要給他的時候 然後就拿水壺 我就拿起來就說 我來看一下你的水 還有增多少 還演下去 馬上要轉化一下 只好要轉化一下 要不然我整個就變成退化 如果沒有轉化就變退化 我很怕待會兒就變成是 隔天的報紙頭條就是 精神特醫師 精神不穩定 失控了這種情況 對 你知道 其實小朋友有時候很認真 在聽你講話 我跟你講幾百遍 叫你東西要放好 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了嗎 我不是跟你講過幾百遍了嗎 小朋友長大真的很會回解 回你的嘴 媽媽 你真的沒有講到百遍 沒有百遍有十遍 那就是沒有百 所以你的數字是不對的 十字求是 好 那個時候 我可能就不吃一下 好啦 算你聰明 厲害 好 其實剛剛在錄影之前 這個許醫師是有告訴我 他被小孩張一鈞 你當時是說 你直接罵小孩豬頭對不對 對啊 我當然直接會說 你是豬頭 那我說 爸爸 那你是大豬頭 你怎麼跟我們豬頭這樣一般見識 你是豬頭的爸 謝謝豬頭的爸爸 對 叫豬公 所以有的時候 小孩點一下父母 不要說是反擊 點一下父母 其實父母比較知道說 自己要扭轉一下有問題了 像如中你小時候 你們家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上次說不打 但是言語上呢 我們家比較是酸 或者是先講先贏 好像講多了 自己就不是那樣子的人 其實自己也是那樣的人 在我們以前小時候 電視的電景 還沒有這麼的普及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節目 會直接看到屍體的照片 社會刑案 屍體可能會出現在 廁所的牆壁 餐廳 這種會看得到 對 當時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視覺的暴力 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等到我看清楚 所謂的藥頓排骨 跟人的排骨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開始會害怕了 那時候我們的家人開始 明明他們 這個態度很奇怪就是 很好看 你是一個男孩子 你怎麼不愛看呢 我就把電視關掉 我爸爸就會先說 一個男孩子怕什麼 這都是別人 他自己是醫生 這都是別人 你幹嘛要怕 怕什麼 媽媽就來了 老鼠膽 我們家生的孩子 怎麼會老鼠膽 哥哥姐知道這個時候 要靠邊 他們就會說 不然你躲到書房裡 反正你就只會對家人凶 外面人你都不行 你看這個你都會怕 你就自然而然的 你就會乖乖的 躲到房間裡去 可是你躲到房間 你整個都在聽外面的事情 外面的恐怖音效 那個畫面 父母的嘲笑 都還在腦子當中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後來我 其實有一天晚上 我發現家裡的廚房有聲音 可能是老鼠吧 可能是氣候的關係冷了 我的熱情冷縮 鍋子掉下來了 我就跟我爸說 爸... 那時候是我跟我爸睡 他們夫妻是分開睡 我爸... 我覺得廚房有人 你知道我爸怕得跟什麼一樣嗎 他也怕 他也怕 所以你剛剛講先講先贏 對 廚房怎麼可能有人 你不要亂講 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我說也許是小... 廚房不會有人 他好誇張 好大 我那時候開始有點混亂 就是你不是什麼都不怕的大人嗎 原來你連廚房有聲音都有怕 可是他還不知道事情是 這件事情對我有多麼深 這都是我現在長大 很健康很快樂才講得出來 其實我小時候 一年級到六年級是要使兒童 我爸爸醫生上班 我媽媽是工廠女工上班 五點再回來 所以我大概是下午十二點半 到晚上五點 是一個人待在家裡 我家還養狗 所以應該是不用什麼 怕你跟狗玩 但只要是我把家裡的 後陽台的門關起來 我似乎就會感覺到 那片漆黑的後面 會有什麼東西跑出來 而這件事情 我不能在家裡講 因為在家裡講 我的爸爸跟我的媽媽就會 我跟我爸爸媽媽 現在關係很好 所以爸爸現在天堂了 但那個時候 他們就會認為說 家裡是最溫暖的地方 只要你把家裡鎖好就好 家裡不會出現任何的壞人 跟什麼鬼 世界上沒有鬼這件事情 是你太膽小 他們就會把這一件事情 歸咎於我說 為什麼一個男孩子要怕黑 他們完全不會檢討 或是說 會覺得小孩子會有怕 在旅家生的孩子 尤其是男生 是不能有怕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同理到你的心 而且甚至 對於接下來長大之後 還會有相關的影響 剛剛阿爾也說了 那麼自己這個言語暴力 孩子會學的 我們待會兒也會談到 這是不是一代一代的 就會複製下來呢 帶帶相傳 我們先回來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